二零二二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 非蘋果陣營手機上癮科技大戰 中國品牌的realme旗艦機 打出一百五十度超廣角鏡頭 還有榮耀推出前往式長焦鏡頭 可捕捉更遠 透視感更強景象 同樣來自中國的OPPO 力推快充技術 五分鐘 衝進百分之二十五電力 另外韓國三星摺疊機 從技術到產量一路臨跑 營調機構DSCC統計 去年全球摺疊手機出貨量超過九百萬隻 三星就佔了九成 今年摺疊手機出貨量 預估一千七百五十萬隻 恐怕還是三星獨大 手機科技越來越炫 背後工程是台廠供應鏈 摺疊機最重要的觸控面板 主要有成紅友達供應 周成廠則是新日新照例 而核心處理器連發科 靠著高粱率站穩全球手機晶片龍頭 去年第四季市佔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三 鏡頭供應廠大力光 去年全球市佔率高達四分之一 另外還有供率放大氣磷組件穩貌 散熱族群雙紅 台廠對智慧手機生產 貢獻不可小覷 我們在晶片製造晶片設計相關的族群 其實都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不管是大家在看年發科 台積電提供的這些相關的晶片 晶圓代工相關的 其實都是這些品牌手機廠商的一個首選 可能廠商在應對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要特別留意 什麼樣的一個成長動能 會值得大家特別特別去關注 儘管眼前一篇大號 依然有潛在危機 專家指出全球智慧手機年出貨量約十四億支 主線寶盒 加上紅色供應鏈低價競爭 台廠想穩住大單 新技術低成本將是決戰關鍵 近新聞講習徐家園 採訪報導